我們都不知道你有一家拉麵店 而且紅隊都去吃過 你完全沒有邀請過藍隊 我以為你是就是藍隊的黑棒 皮膚為什麼會這麼黑 皮膚為什麼會這麼黑 對你來這可能會 但對我還要很普通很正常 不是因為他上半身我都覺得還好 我上次有一次我跟他比較 我就說哇你的腿怎麼會黑成這樣啊 一開始是外援的身份進來了全民心運動會 然後那時候來其實比較像是玩票性質 是而且因為我那時候接收到訊息也根本不知道 全民心運動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節目 我只覺得我幾乎把它跟玩很大畫上等好 OK就很像一般的 就不需要熱身啊 沒有什麼訓練內容的 那後來參與之後就是又是另外一回事 對就沒想到這麼的激烈 對就是我連做夢都在想怎麼跳高 對然後怎麼丟球啊怎麼接球 因為我的睡覺的特徵就是我快睡著的時候我會抽搐 那段時間睡著的時候我都在想就球來了什麼之類的 然後又很用力的拍床睡一睡然後就 就是在發球或什麼你就會夢到這些東西 然後手還會去撞到那個床頭櫃之類的 就是算是一個伸直你的腦海 走火入魔 我們都不知道你有一家拉麵店 而且紅隊都去吃過你完全沒有邀請過藍隊 沒有我剛剛才要講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失禮的事 我在進全民心之前我跟艾菲的那個Youtube就知道 而且我們有發稿就知道我有開拉麵店 對你的這個地方走路大概十分鐘就到 真的嗎 從來沒有來過 在哪裡 就在瑞光路上法拉麗你知道嗎 法拉麗對面 好 基本上從這個位置是可以聞到拉麵店的味道的 好吧 那我去還要排隊嗎 不用啊 你直接給你一碗你坐在外面吃 好失禮的老闆我天啊 很有生意頭腦欸 對啊而且 看起來是一個沒有頭腦 謝謝你喔 糟糕 沒有我覺得很厲害耶 哪有主持人在嗆來賓的 反正都熟成這樣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覺得你對我來說也是在 全部藍隊裡面讓我最意外跟意想不到的 怎麼說 因為像雨薇跟雨晨 我本來就知道他們是體能是很強的 我以為你是就是藍隊的廢棒 就是又怕受傷 然後裝又不能花 然後不能流汗 然後就是 都很會怕各種球類運動 對 結果是讓我非常緊張的選手